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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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管 谁管 真心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丽江的白族 我们今天穿的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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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东巴象形文字 我们也称它为 现在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字啊 我们现在还在使用它 过年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写成了春联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字呢 它的意思是福 福气的福 也祝大家幸福美满 我们看画的是一只羊 那也代表了幸福和安康 然后小主持人你看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字 你猜一猜它是什么意思呀 这是家 没错 你太聪明了 一个爸爸一个妈妈 牵着孩子在家里 它就是家的意思了 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跟我们的这个小朋友 一起来写一写 好 来 看那边 那西族的小朋友 学青蛙跳 真的好可爱呀 对呀 对呀 小朋友们跟着鼓声 蹦蹦跳跳的 看着就很开心啦 除了乐巴舞 还有哪些舞蹈 和动物有关呢 我们国家 很多少数民族的舞蹈 就是模仿各种动物呢 云南歹族的孔雀舞 主要是模仿孔雀的各种动作 它也是歹族民间舞中 最有代表的传统舞蹈 收获在草原上的蒙古族 它们会模仿在草原骑马的动作 也会模仿红雁高飞的动作 被人们称赞为鹰子族的塔吉克族 它们有特有的鹰舞 除了这些 还有朝鲜族的鹤舞 瑶族的猴族的猴族的虎舞呢 你说的这些舞蹈 有好多我都没见过呢 下次我们带着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一起去看一看这些舞蹈 接下来小朋友的表演 也和动物有关 小股东给你一些线索 你来猜一猜吧 好呀好呀 这个表演需要很多的人 他们还要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 和动物有关 还要排成长长的队伍 哦 我知道了 是舞龙 答对了 就是舞龙 接下来我们跟着小记者 去贵阳看一看舞龙表演呗 大家好 我是智慧树的小记者田景君 欢迎大家来到贵阳 我现在所在的是贵阳市假象小学 我们学校正在举办一个 特别热闹的活动 走 我们去看看吧 姐姐 你们是在舞龙吧 你手上拿的就是什么 我手上拿的是舞龙的龙珠 它的作用就像火车头一样 我怎么走 龙头和龙身就怎么走 听上去挺好玩的 我能来试一下吗 当然可以了 我们一条龙有11个同学 我们在选同学的时候 身高都是差不多的 这样的话 我们在舞龙的过程当中 动作才比较协调 你们看 那边舞狮的小朋友 正在排练呢 我们过去看看吧 你们在排练舞狮呢 你这是什么呀 我们这个是绣球 可以用来斗狮子 你拿这个绣球有什么技巧 要拿住它的两边 就是它的把柄这里 第一是为了它不掉下来 第二是为了防止狮子咬住它 我一看你就是舞小狮子的 舞这个狮子有什么技巧吗 我们狮子是要找绣球的 我们通过这个嘴巴这里的 风气可以看到前面的绣球 我们这个眼睛可以动的 你看 还挺好玩的 我可以试一下吗 挖这两根线 眼睛就可以动了 好 舞狮这个项目特别考验 狮子和绣球之间的配合 我们的队形变化是比较丰富的 但是这对孩子们说是有难度的 这次我们学校为大家准备了 舞龙舞狮的节目 他们在校园里面不太常见 那舞龙舞狮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所以让我们共同战鼓起舞龙飞 我们为什么在边上打鼓呢 因为我们的舞龙舞狮 都是按照我们的鼓点来进行表演的 打鼓有什么技巧呢 有技巧 就是我们跳这个大鼓的时候 要打最中心的这个点 因为最中心它的声音比较红亮 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也会跳边上 因为边上是用来打节奏的 我看这边有两种鼓 有什么区别呢这两种鼓 那种在地上的鼓就是叫的是平鼓 然后这种鼓是战鼓 这种战鼓打的时候 它可以打得更有气势 更加挥洒一点 那么你用的是手腕力量 还是手臂力量 它这个是主打的是一个配合 就是大臂带动小臂 然后呢小臂带动手腕 就可以打得稍微比那种 鼓鼓更挥洒一点 我们这个节目有12个小朋友打鼓 我们有舞龙和舞式的表演 都要根据打鼓的节奏进行 所以我们打鼓小朋友 一定要整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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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是太威武了 伍龙猪可不简单哦 整个伍龙表演中 最重要的就是拿龙猪的那个人 他要控制整条龙的行进线路呢 好吧 我想跟小朋友们学一个简单又好玩的表演 接下来天津的小朋友表演的节目就非常适合你哦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大家好 我是这回说栏目的小剧者马蜀香 欢迎大家来到天津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天津大学幼儿园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小剧场 布置的热闹非凡 可以看到我们天津的小朋友 有各种各样的才艺 我们就去看一看吧 这是天津的呼唐 买一块的鞋就为了狗屁了 各位大家好 欢迎人人带着早 我说的好不好 别跑 别跑 安全第一抓住鞋 一决一丸四关键 只能顺着我来老师每年进出前 每天来到幼儿园 总是教练迎上前 小朋友们先进门 正在健康好上年 小朋友们先进门 大中国正中年阁外 只清澄州住宅金融 今天这些颜色都比较 中国比赛小金融比赛 晚下午一分 重新进食华 也不增加了 主持人阶段 隔两份广化 头发到优秦连辆 集了 年轻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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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男似 人男是 人男是 律师 柯恐怕 先贴思考 宣传 一点 准备小杆 这个是 獅子头 獅子尾 獅子肚子 獅子嘴 猩猩 獅子 大双嘴 很适合 提起来这个一松手 你看 这是股前 你看前边前眼全都有 股前 来一个放正话 什么叫做话 他有话的 这是我说一句话 一般跟东方分过来 再说一遍 说得上来就算 聪明 人来吧 另外还得带上动作 带用作我会呀 人来吧 说来就来 我是够话语 是花圆过 是邓过 是花如武丹 是少有吗 是花少要 是莫莉花 是花莫莉 不是狗以为何 是花一万狗 听 你们是从几岁开始学这个相声呢 我们两个其实不是说相声的 我们俩 我们俩以前是学块板的 然后我们 最近也是喜欢上了相声嘛 那你们这个相声 有什么基本功啊 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要刻意习 香药的一般基本功啊 就是热烤链啊 灌烤什么的 哦 那能不能现场跟我们表演一下 行 给您 给您们报那个说一个灌烤 报看您 来 我请您吃 测稿 蒸羊羹 蒸熊掌 蒸鲁鱼 烧滑鸭 烧压 烤鱼鸡 烧鸡 烧鲌 鲁鱼 鲁鱼 鱼鱼 酱鲨鱼 松霍 范小鸥 鱼鱼鱼鲨鱼鱼 香肠 表演是别人的三部话 咱们今天就来 快一快地勾舞力包着 我今天表演的是六连环 然后是最具有 中国历史特色的一套节目 咱们古彩戏法的话 讲究是口彩相连 边变边演 而且像是跟台底观众有交流 台底观众说话的时候 咱们要接得住 那种包袱 象瓜 我们戏法是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的 一项项目 对 然后我们也希望 咱们现在有很多小朋友 来多多地了解 多多地去学习 也弘扬我们在中国的传统文化 相声和快板 我都喜欢 都比较适合我 我看一遍就学会了 咕咕咕咕咕 那你现在给我们说一段吧 好呀 好呀 主板这么一搭呀 别的咱不夸 咱今天就来夸一夸 这狗不离爆炸 哈哈 道哥 你学得也太快了 你也学一学 下次我们俩一起 给小朋友们说一段 好呀 好呀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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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